原SateEater的協作 那今天有達成的就是有Kevin做的 就是把speaker的頁面弄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切換第九屆 第十屆的委員 那怎麼變那麼大 這頭皮看得出來是誰 黃口炸 等一下 為什麼字題那麼大 150 OK 好 所以就可以看到 目前就有列出來 就是每一個委員 哪個政黨 然後他總共參與了幾次會議 然後會議的總共發言次數有幾句 所以例如說我這邊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 看到譬如說他參與了哪些會議 然後他的發言次數是什麼 所以大家如果好奇哪一個委員 有講過些什麼話 就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那除了委員以外 往下拉也會有那個非委 就是委員以外的角色 像是最多的 第九屆目前最多的是 喔 這個是誤判的 這應該是 這也是委員的發言 這也都是委員 可能打錯字了 這個葉俊榮是最多的 對 所以就是這邊可以查一下 譬如說想要看陳時中的發言 也可以來這邊找 好 所以這是第九頁第十頁的資料 然後以及剛剛那個生樣 也做了一個首頁出來 所以首頁目前就是依照會期 我本來是超長的一個列表 然後剛剛生樣的協助下 已經變成就是可以這樣展開來看哪一會期 然後點開來看裡面內容 所以這樣會更好找說你要的會期的資料 然後也謝謝剛剛Everlyn的幫忙 就是把那個非委員 因為我們委員都有照片 因為立法院Open Data有照片 但是非委員是沒有照片的 所以這邊就是有很多Everlyn 今天就是用工人智慧幫忙 從Google上搜尋的 搜尋了一些它的資料 那之後也可以把它整進來 那麼以上是今天的進度 那再來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資料並不是很完整 像目前資料是2017、2018、2020、2021 但最近2019沒有 然後有些也不是完整的 因為我之前爬重爬的時候並沒有就是很 因為其實目前爬到這樣資料 已經爬了4000多個W的檔 然後已經40幾G了 所以我硬碟也不太夠 所以就是有一資料 我再做一些硬碟經驗什麼 所以目標就是接下來 希望慢慢把資料都補齊 然後以及希望能進一個搜尋引擎 這樣子大家就打一些關鍵字 就可以直接更好找到一些發言 或者相關的一些議案 那麼這邊在分享一些 有發現到跟GINV有關的一些發言片段 例如說像這邊有 就有提到 江明忠說我們以前在GINV 臨時政府一系列開放政府專案 因為資料來源一直都很混亂 你提到的資料治理也很混亂 所以民眾要跟O편接口 需要畫很多行李經營 有民間倡議組織區GINV臺灣立即政府 嘗試推動中央地方政府的預算視覺化數年 唐鳳更是計劃與概念推動人物之一 然後希望主計總處也研理相關做法 在112年以前要失敗 這個是2017年就106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李立芬委員提議說要希望科技部的部長 以及一級主管都要積極參與GINV相關活動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時候有沒有看到很多相關一級主管 然後對 還有像那個鍾嘉賓也有提到說 真的假的在那個疫情期間 那個100多天蒐集了1萬多則的轉傳訊息 那11萬多 喔 所以就是有滿多像這樣子的 那假如知道收信一見起來 大家就可以更容易搜尋到更多關鍵字 然後找到這樣有趣的發言來做分享 好 以上是今天的成果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請GINV Podcast的Rim